歡迎大家收看《查博士關於第55集》 我們在預報已經說過 最近大家關注的焦點 在香港的股市 亦有提及大陸的股市 在我們做節目的時間 大陸股市仍然在下跌 香港股市為何會引起關注 因為跌破曾經穿了15,000點 但大家如果有聽這節目 博士說了博士不知看次 還會跌多一點 沒有,因為現在你看不到 它的力量在哪裏成 最簡單,你中港兩地 加上90萬億市值 你放了2萬億下來 舊市怎麼舊? 上海有30多萬億 是嗎? 深圳有20多萬億 香港有30多萬億 不是,剛剛有90多萬億 你做兩片東西下來 擔捨田外 對不對? 是 他們很難說 所以你在股票市場 你講自己就夠了 因為你在廣道說 整個城市的市場是沒有人搞得到的 因為它涉及的因素太多 現在就算你中國共產黨 我不是說擺兩萬億 我擺二十萬億,你也是 有對手弄股理 弄個南海響炮 立即雞飛鴻爪 都不知去了哪裏 最短的錢不知去了哪裏 是沒有人得益 你入賣了市場,買賣了債回來 爬一聲,四十元了下來 那科遊戲很可憐 如果你平時在市場,賭場也沒有市場 我輸你贏 那些錢還在那裏 它想到木在空消失了 所以這些不能說舊事 是無人知的人才會說舊事 但在戰略上 我作為一個共產黨極權架構 它可以玩一套遊戲 它夠膽做嗎 讓它做,它不夠膽 我又不夠你再貶值人民幣 你不要輸到那些傢伙 雞飛狗走 我才進來,搞什麼事 你唯一你看到俄羅斯就是這樣舊事 宣布貶值,印尼也是,貶值九成 俄羅斯更狼,有債不還,債權不還 不還,不還 不給利息,不還 你唯一說 你唯一說 說得很明 那就糟糕了 好,博士說了之後,就駁一駁你吧 我們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 不是的,我們現在是資金淨流入 你說他的名字 只是讓我想吵一吵他 吵你了 陳茂波,他關照你 吵你了,不要叫他說你 吵你了,他會吵你了 吵你了,不要理你了 貿易波,我陷入陷入阻擋 告訴你,不是說笑,不是大口氣 吵你了 有些人說,為何淨流入 我們現在的存款,有一部份多得很重要 那在哪裏多呢 定期存款 活期存款和其他立刻獲得那些 正在下跌 那為何定期存款要提高 因為息高 聽說現在你做過美金定期存款 我不知去到20萬或20萬美金 去到5厘 5厘多 5厘多 那些人便湧光去做 問題是,銀行為何要付這麼高的食口 給定期存款 因為不夠錢 銀行本身也有銀筋筋 你不插回來就死 你不在市場吸收 你和那些行家同意插息 研究你 特別是銀行仔,世間也 這個世界是很得意實的 但我又不是很相信 即是說有,有些人多些是擺了錢 但不是大額 擺香港的定期不會大額 即是擺多10萬、8萬 那應該有 那些人 幾百萬 可能有 不多的 因為那些保仔那些轉回去定期 擺10萬、8萬 那些都無所謂 但多不到 你真的不真的 除非那些中精外國分子 你頭到中都未開 你去擺定期 你問問李維琼那些人 有沒有定期擺在那裡 是 問問問我們民建聯的主席 現在沒有做的那個人大代表 香港人大常委 這個老婆 你問問他那些錢擺在那裡 是很現實的 一個人都有居留權 在外面 其實這個應該用申報的 你的錢擺在那裡 是的 你忽然愛國 你中原版就提醒你 你問他們 你那些錢擺在那裡 為何不擺中資銀行 最簡單 不要說你這麼多東西了 你有沒有擺中資銀行 擺回自己國家銀行 我也有擺 第二件事是甚麼呢 你由股市跌化 當然有很多議論 但其實我們的特首 沒有必要你去說 但記者問到他就說一下 他不說不可以的 那為甚麼記者會問呢 因為股市正如有博士說 有起有跌 正常的嘛 但現在牽涉到外國的投資者 所以外國的投資者 我們在如過有說 其一就是南韓那邊的退休人士 原來都買了香港股票 跌到媽媽都不認得他們說 第二件事是新加坡有其中一個基金 他就說先前香港股虧跌 千載難逢一個撈底的機會 他覺得你不就衰多嘴 是不是 你新加坡仔是在那裡按鈎的 你知道新加坡仔在世界有個花名嗎 是嗎 很古怪 你先說這傢伙的壞事 那不一定是壞事 他講得很清楚 即是說 他初頭有 現在他知道他擱今事而作非 我看錯事了 看錯事了 然後整個基金要室要關閉了 我看一件事 習主席的想法不是一個市場 是想其他東西 我覺得博士雖然你說得對 但問題是其實他收檔不收檔 他不會說那麼多東西 現在場面大論 這個是不是在說一件事 就是現在外國的人要 他怪咬我們中央領導人 是呀 他變相現在是批平凡 是呀 就說是你這傢伙而已 要不然就沒那麼麻煩 他不敢說到很公開坦白地說 鬼威鼠鼠出來慎 這樣嘛 我們習先生是那個科嗎 他還敢咬 他應該咬咬中國的財政部長 剛剛才說 你怎樣把關 但他老實說 他這些新加坡仔 沒有人死錯人 他們都賺了一零錢 不是今天買 你賺了幾年錢 應該輸一些就正常 還未能入獄 他們歸本 最近他們那班人和藍王都是 因為好像要賺了幾年錢的一個基金 現在悔了一聲就沒有了 沒有入獄 即是不是輸 不是要沒有入獄 實際不是輸 只不過是賺不到錢 賺了九番出來 是呀 又要挪費了一些時間 是呀 但你變成了你就交代不了 所以就要說 因為你那些省戶 很難捱錢而已 贏就應該該輸就不肯相信 是呀 阿杜杜都是這樣 台灣的話 簡直要政府救市 是呀 所以這個世界不是那麼容易的 你搞金融 搞個人就容易了 搞一個城市太多因素 即是財務管理走移 自己個人的是OK的 你完全自己控制到 我會守衛式閃避 但這個社會的經濟 有多少方面可以影響你 你現在很冷靜而已 你數好中國在這幾年間 怎會想到這樣 幾樣東西 一個清零 一個就是扮戰狼 是吧 然後一個就是你對那個經濟 就是 騰龍換鳥 打壓那些民企 怎樣呢 那就死掉了 是吧 這樣死掉了 幾樣東西而已 香港也是 是吧 接著大陸搞清零 接著林鄭妖娥自己搞送中條例出來 因為一定是林鄭的事 因為我相信英國 中國駐英國大使 說明中英武港 就是要做的 即是入贏了你林鄭的錢 我們便賴咎你的八婆 是呀 亂七五搞 對不對 叫他搞那些事未能休息 哈哈哈哈 你擔責領禄 我有空我們去看看陳同佳 他選完了 是呀 你現在怎麽搞呢 小人死 是吧 是,大家可能都會放棄 是一個笑話 然後你再搞一些暴離頭的偵察 有北道灣區大罪灣 又搞西九博物館又成章 杜杜花幾十億 洗一兩洗,現在就做黑衣 水淨河飛 港珠澳大橋年年 現在還要虧二十多億 那個高鐵壽,他進來又失敗了 杜杜也賺到錢 他全部人靠借這些工程來分餅仔 那些大顧問公司 直接整貴你的工程費用 他的顧問費收高 他會計算你的總銀碼來計算 他的銀碼越高 是的,所以越搞得越多 我們走去地下鐵壽看 那部電梯 要不需要搞到這麼厚的北售鋼板 幾層 你真是怕死不肯夠貴 一塵地下鐵壽 你看到他故意搞到這麼貴 他變成銀碼高 他便收多一些顧問費 很難的 你便看到梁振英就是這樣欺負 你沒有欺負 都收過這些顧問公司費 幾千萬 其他人不知道 知道你也有幾千萬 沒有納稅 我們從這個問題去看一個大的問題 就是如果一個國家 有些人很有錢 富可敵國 是不是 那是否對那個政權 會產生一個很嚴重的威脅 民主社會是不會的 因為大家都心照 他亦都是立了這麼多稅給你的 他賺百元 那四十元 哪有人眼紅你 哪一天你都可以立的 是不是 現在那些國家 但他大人都差不多 你太多的時間 就有人研究你的 好像你那些 美國的大商社都是 都被人罰到飛氣 他們有一個法案 是呀 反垄斷法 就是你以前最經典的例子 就是70年代 這個AT&T通訊 是呀 他便立法拆開你幾家 是呀 所以這個富可敵國 為何大家看這件事 就是有些人有些陰謀論 他說為何要這樣 他說特意搞成這樣 讓你的人不要太有錢 你馬雲太有錢 你馬化騰太有錢 我便就是要… 國內是正常的 因為現在你一個省委的官員 如果人來到東莞 看到一些千位司機 你怎麼會發大過你 他錢多過你 如果你是一個 稍為普通的官員 幹部都對 所以對他們有影響 即是難管治社會 過兩位拼罪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馬雲拼罪 那時馬雲拼罪 你有沒有這隻泊車仔 你有沒有在他找到你 我忘記了後面有個金主 你還不跌倒了嗎 是呀 是吧 他現在也挺可憐的 拆了 現在沒有了 冷船有幾口釘一口 但不是說錢的問題 沒有了光湖地位 沒有了影響力 還有怕秋後宣章 現在放你一馬 不代表別人上場拆出來 又再動夠你 所以他們很害怕 你又不走得動 你又不敢說去移民 真的 有些人很害怕 等於林鄭這樣 你想回英國也不可以 那他也沒有 你現在移民也沒有用 你走到哪裏 他可以在英國住 沒有用的 你去英國也沒有用的 是吧 你很慘的 因為你的目標太大 為何提到這件事 就是現在這個情況 很多人中雪昏雲 幾萬一的救市 第一位有博士說 這樣沒有用 但問題是 如果你看下去 你外資又走 你中央北京的領袋場 他是不是真的有心要救這件事 有人很開心的 叫我們習近平思想 萬歲萬萬歲 叫三聲 有個國家 印度 因為你一舊市 然後那些基金佬 就出貨 然後轉到印度那些市場 你上網搜尋一下 那些國資基金 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新加坡 就以印度為主 所以你這座舊市 你一倒下來 他就出貨了 都扔掉給你 我就搬走 因為你要明白 這些基金架構 在你香港的投資 是1-2% 在總銀碼那裡 他們隨時預備了沒有 所以他一扔市 就想到很糟糕 扔得很厲害 很快 因為他現在不是人手 因為現在他的程式 用程式來走貨 一到那裡走 是自動做的 是的 所以你是很恐慌性的 但如果你說 我在節目預告說 我說一句話而已 有些人說 如果他真的 習先生這樣說 升一萬點 我說出來 大家同不同意 只要習近平上電視說一句 因為現在你們收到聯合國 以前出了一份文告 要求中共中央政府 廢除《國安法》 是 是 好了 我又不斷說廢除 我擇主席出來 哦 基於 現在香港猶亂日治 國安處完成了歷史任務 由即時開始 終止運作 到劇情需要知事 才再說 這樣就升了 是 是嗎 終止運作 你沒有理由 被這麼多個居馬大炮 打一打完 你不明金收兵 是的 沒有理由 他不明金收兵 你幾個昂糕 年年不見八九幾億 是 他不明金收兵 是嗎 是 是 你不明金收兵 習先生 那你弄完二十三條 那便替代了國安法 完成了它 是不是 那便對你全世界交代 因為你二十三條真的太遲立 一回歸你那些民主老鼠 政棍 就要叫董建華立 不用政府提出 即是我是跟個遊戲骨質玩 市民怪你 你主動提出 這些人不適合困惑仔 所以他在上場 我知道將來是多個贊 你又幫人簽合同 又拿一個基本法來玩 那你倆沒有 你真是做反對黨 就不敢立 為何人出來立法 你想擺幾十萬人上街 這樣還不仆街 他有幾十萬人上街 我知道你仆街了 共產黨最領袖的一件事 你只欺負他 知不知 所以 該死不用病的 香港真的 任妻洋錯 總之就屌你了 蛇和雪藝鋪出來 你會殺死 但是博士 你會否猜下跌到幾點 香港曾經試過跌到五十四點 是啊 不過 聽的人未必出世的時候 未必能看到 在那 曾經最低跌到五十四點 這樣跌到五百多點 香港也很糟糕 是吧 五十五點就達領諾 是吧 但就不是這樣看的 是 因為世界是密切必反的 你去到一百一萬點 我一定會入貨 哦 OK 幾看都有 你再跌 我再買 是吧 害怕什麼 但你那筆錢 都已經輸了 是啊 你那筆錢 不是說你身家 千萬不要倒身家 那我就倒兩成 有百萬你倒二十萬 你還不買一百一萬點 你選一些東西買 選一些電燈 公用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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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地鐵 你便可以買一個 但你就不會買這個中資股 那些都可以買一個 看你怎樣賣 是吧 因為這個是 說個人容易處理的 但你那些城市 香港什麼時候好呢 就幫不了你 是 所以現在 是不是人民買股票都不買 是否那些行銜 多數都是 人家不會拿現在的股票 現在香港股票是少人買的 少人買的 全部都是中資老 搞搞鎮 是啊 因為香港做了一群 搭棚老在這裏賺食 早十幾二十幾三年來 那搭棚仔 搭棚仔 搭棚仔 又買殼又成這樣 那些 那些人真的做生意 是 特別再被大陸進來 更加混賤 每個考納明目 就是搭棚仔 所以實際上 都不關香港人的事 是啊 沒錯 你現在股市 其實有很多選擇 是否可以買的 我問過了 恒生銀行 200萬全款 已經可以買美股了 那你回想 我為何一定要買香港股票 是嗎 不用 你只要10萬都買到美股了 但是那些就不是在恒生銀行 你這個人生把賣 什麼賣都貴 手約費又貴 你那些結算回率又貴 你那些結算回率又貴 你那些 明天買貨又慢 你那些人曬夠氣 香港的銀行不夠工 你只會死 很多路數開到的 你問人就知道 我們就無謂幫人推銷 是 但是博士尼 你怎樣揣摩 現在習主席的想法 究竟現在他想和美國佬 真的曬冷 開拖 還是他又想 他想兩樣 又要做朋友 又要做雞 又要拿政治牌坊 又想做歷史的偉人 在他任內又搞得碰台灣 習先生很想投 你不要看輕他 想投很多 所以又要發個中國夢 又想要做生命共同體 大家命運共同體 你自己玩也可以 習近平 所以就猛寫書 有人幫他 現在做到有些 充電寶 充電寶 一直有叫你帶個議室 聽到習近平思想 那充電寶 知道嗎 你這些外國分子 快點買一個 與時鐘禎 你不要你習局長 快點買一個 擺桌子上舖的文匯報 聽得多就相信 而且現在好像中小學 遲些都要學習思想 我們覺得現在香港的官 都很辛苦 舉個例子 例如李家超特首 都要他評論到股市 我覺得難為了他 不會 他現在的習官有個共識 我們聽爺爺說就可以了 其他人代案夠 出來應酬你兩句 他們的心態是這樣的 如果真的有接受民間的意見 他這個垃圾袋不會拿 很早有人提出了 為什麼他要一意孤行呢 是嗎 現在的忽然愛國 土共集團 民建聯 工聯會議員 以及現在政府的那群官員 他們全部是 遇到這個成本的 他採取黃鉤 否則他沒有理由 搞定到你那個 政府地政署 他們過的那些承規之後 再建屋的時候 要你那個申請入職去批 他要你整個營火蟲報告 你老媽 你老媽 這群官都被吸引了 你老媽 臭氣 要不要寫了一份 憂癮的報告 你老媽 你那裡有沒有憂癮多 多憂癮會不會 轉眼倒那些莊 那些傢伙 正暗家產來的那些傢伙 真正暗家產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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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姨媽姑姐 同學 退休的那些 策略主出來 那間顧問公司 古靈精怪 你不肯光顧他 你那些事情是過不了的 因為他有閘門新固舊 還在那些部門坐在那裡 講環庭報告的嗎 什麼都會有 總之你不要在他一個月 打一次麻雀就 你那些人家產 知道嗎 有這樣的路數 你什麼一向有的 香港大有大有 小有小有 不用說話 你光顧誰 測量私房 你就有一些不同的方便 他還有很多同學 在那裡工作 他出來之後 還有很多麻雀以前 關照他 剛才說 老闆開一彎 顧問公司進來 你這麼阻礙他嗎 他又懂事 我又不明白一件事 你現在譬如說 自從這個 又亂入治 又治又興 市民都不敢出聲 你吵兩句便拘捕你 為何這件事會移動呢 因為他看到那個現象 他是 賣不到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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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到尾 你樓下那裏 那裏是連獎金出來的 不是那個女人 弄了一個廣告出來 4月開始 一樓下怎樣 跟他改辦 叫雄梅家 拿自己手改 因為這個變成了天路人怨 因為他現在是 建制派都踩他 連肥貓都出來 都踩你 那你怎樣搞呢 如果他不移動 他的效果是很嚴重的 要通街垃圾 不是開玩笑 所以現在他移動 有些大型的垃圾車 不用付錢 所以他要11元標誌 現在又移動一移動 總之 你的政府 你的擾民實在現在這個環境 你這個桃花條例都不移動 這件事移動 很搞笑 他容易移動 他容易移動 因為超哥叫他移動 林鄭又沒有人敢叫他移動 林鄭又沒有人敢叫他移動 林鄭又沒有人叫他移動 因為有人叫他移動 但移動的就沒有白紙黑字 當然 也要這麼傻 但後來都掉了 張曉明的樣子 黃志民更慘 又躲在中共歷史館裡 有多慘 那個人被我打針 打死他 我不會怕承認 我當面打他針 公開的 黃志民 我幫你共產黨升官實幫不得到 我害致你實行 因為你一個人都是衣不情身 一定修維以公職不相情 你有沒有掃過法頭出來 你有沒有背責你放肆咬我 但是這個環保局長就很怒氣 他怒什麼 你怒氣現在就跟我出來比武 你不相信我年紀比你大 單手跟你比武 公公者 奴才者 你幫我們國家添煩添亂 你不要執責那幾億東西 你叫陳茂波 你不敢買錯一隻東西 也不敢輸幾億 他唯一說一年 七除八冊 有幾億東西進帳 政府是否收費 收費 收你媽媽 叫他看準些 你不要埋責基金 不要亂買東西 你可不可以買老鼠貨回來 你可不可以做不死 你問財政司 買了多少大陸老鼠貨 你可不可以公開過 好像他不買不行的 哪個開玩笑 你要向香港市民交代 香港的錢 是嗎 你不敢輸二千多億 你不敢輸二千多億 你不敢輸公公者 你不敢輸公者 你犯人 他真是白頭公公 那話你 說這七除八冊 有幾億元進帳 政府 你那些財政司 你不要於些少降露 你才可不可以 誇嘴 真可憐 記憶也要 你 destiny 有不敢輸入 那部分是死亡肉 大型屋邨有錢的關係 工人有錢,他們自己弄斷 小市民那些 你拍攝了那些窮人 等於江管你兩妹又要11元 是嗎? 大家不弄斷 高官教你,地拖太長 舉開他,買一把具回來 又要付錢,你沒有舉就買 擺一把具容量言,即是變廢物 又要再等 你又不明白 是否很搞笑 如果他們弄到現在 他們不移,他們會實死 因為有很多方法,他們會投尺 通街垃圾,我可以告訴你 不是開玩笑 你有沒有問他,將來你弄這些東西 你街上有沒有垃圾桶 你有一輛區每天有多少定時有多少垃圾車 你正常會公布給別人看 有些人存在這麼多車 就把垃圾桶倒進去 現在也是 其實你香港最好的人 你一定要學日本製 日本製的環保最成功 你爭取就沒人用 如果你去過東京,沒有垃圾桶 是的 那人家怎麼搞呢? 是呀,所以你要搞的,你要抄好一點 你如果這樣,謝公公 你不要在臨臨到腦 你不要再閹自己做太監 你這個臭 還在說叫警方拘捕人 你不要 他可能都覺得現在港版國安法 大家都說,你擁入行戰 在講一講,大家都會害怕 不是,大家會害怕 搞多幾宗出來,共產黨就上法庭 你就怕外國的政府不夠籌碼 真的 你怕我們不夠籌碼 你就要拉多幾宗人上去 說去違反國安法 有什麼所謂 你共產黨肯輸,很多人陪你輸 我也肯陪你輸 是不是? 不過他很聰明 郭先生,你們經常這樣罵我 我們都沒有罵你 即是言論自由,你也懂得擾 以你作為一個言論自由 沒錯,我做了Icon 經常吵架共產黨,吵架王是沒有事 即是言論自由的 香港,你們不用怕,還有言論自由的 但你不要拉幫傑派 說推論論案政府,這些是不對的 你可以做,有些事情不能說 要做的事不能說 要說的事就不能做 那就出來搞政治了 不要理會 好了,和法事黨延伸到二十三年的問題 我經常都是一個疑問 二十三年到現在有什麼難度? 沒有難度 你明天立也沒有問題 他搞得很難的瑣碎 為何還要走來做諮詢? 不是,我要問問你 你要明白,我們Council那邊沒有人才 鬥不成功那些事情出來 有什麼鬥不成功? 鬥不成功,有些事情離開了 因為你去到法律,立法會又沒有人才把關 以前也有幾個大阻 現在沒有 你真的要看過 否則將來你一上局 你整個事情會倒閉 知道嗎?都是困難的 因為那些二十三條司律的國家安全 我又不同意 你現在寫什麼說什麼都沒問題 你跟外國外外說什麼? 你現在不理會就變成有現在的效果 人家撞到你的社會倒閉了 經濟 撤銀銷銷銷的優惠 你明白嗎? 你不明白嗎? 你是不理會 那關人的事 他人人都不理會 就快要離開了 退休吃飲 是吧? 是吧? 可以離開了 但中央政府要理會的 所以這是謹慎的 但他們最慘的是 你回歸的時候不立即立 就是民主黨那些民主老鼠最英雄 你署名之流那些乞丐 你當然要聰明 你當然要聰明 是要訓復書的 你要帶頭給一個忠誠共產黨看 我們忠守一國兩制 要做的事我們立即做 你為什麼要搞董建華 要出來找掃把頭搞呢? 有些事情是不能避開的 現在你看到一些人 是沒有那個吉士 都是拼謀 在政治上哪裏拼謀呢? 而輸就輸了 而且你立了 你就四成八穩 大家有法可依 他現在都用這個論據 就是立了之後 大家知道怎樣了 但你去到現在 他有個問題 你出了個國安大法 他有班人說 我用個國安大法就夠了 是吧? 是呀 所以很麻煩 所以他雜星也出來宣佈 那個任務 歷史任務完結了 這個就暫時終止運作了 市場立即不同 但有些人都是這樣理解法 就是你為什麼現在要立23條 就是因為你的國安法 都是一個臨時的事 是呀 你立完23條 以後要告的話 不是以後不告 以後都會告 但還要用23條 你引用香港的基本法精神來告 就不是說現在你的國安大法 是凌駕全世界法律的 是的 連中國的憲法也凌駕 哈哈 不是開玩笑 哈哈 他連中國憲法也凌駕了 現在的國安大法 嗯 他就放在那些法官那裡 是吧 但現在我們看 我的分水嶺 我就看黎智英的案件 即是作為一個標準 我作為標準 嗯 看看你的那些法官怎樣說 但他也凌駕 因為 到他一完結的時候 他有蓬吻證人 很多事情會出現 你那些法官都不知道 他的樣子會拿到哪裏 因為對方有錢 而且那些狀師很厲害 是吧 嗯 那麼你外國那些社會 應該會出小句聲 他的司法正在行 其實在外國已經說得很厲害 不應該的 因為你的司法正在行 不應該說 即是你等於判斷之判斷 因為你那些遊戲 真的不應該說 你不要在外國吵怨巴閉 你怎知道黎智英是否拒絕 是吧 他正在行司法程序 不應該干擾 這個只是要做 因為你玩得這個遊戲 你要遵守 你不要說你躲在海外 吵怨巴閉的正仆街 真的不是開玩笑 我們不贊成人在外國吵怨巴閉 他不公道有不公道玩法 你就先讓他練習判斷 你還可以把牙票 對嗎 讓他練習判斷 而且你要小心 如果你黎智英請了一位大廠 聰明的 他會將你的書 是輸的 是 留下牙票上中院才知道 才能夠贏 讓你沒有政府沒有牙票 所以大家不可以干擾 不是開玩笑 這是比較好心怒的 是故意設計法律陷阱 讓對手踩下去 現在中國在國際上中了招 每次都會中招 很慘 中國沒有這些人材 他們經常硬錢 你可否輸 你可不可以特意輸給別人 等於你下棋 你會讓他拘捕你吃 假裝看不到 那這些以前道家就最聰明 欲取孤語 假裝看不到 你以為就先給你 欲盡先中 有很深奧的學問 因為你世界 逢是做人也就是左翼 但阿博士 你說這些是傳統中國智慧 當今的 說明說愛國 為何對傳統中國智慧 一笑不通 因為你看著紅旗有餅仔薰 就甚麼都不記得 是嗎 你喊口號唱國歌 向國旗敬禮 表忠心有餅仔薰 可以做公公有個位 有幾十晚個月 很開心的 是呀 所以你還要出來作威作福 一開口又要交給警方處理 拉屎人 有幾十晚個月 是嗎 你這樣胡家虎威 是嗎 所以很有趣 你會看到人性 你回歸之後會看到很多人性的流露 這是很正常的 在我們這個文化社會 因為你香港是這樣的白水仔 白手套仔 經紀仔 是嗎 香港是聰明沒腦的人多 是呀 聰明沒腦的人 是呀 聰明沒腦的人 那不就不用撞板了 就是等於以前那個論證司長在倫敦那裏說 是呀 我半年都不回來 你又以為你 你典型香港的聰明思維 你不回來 劫你回來 現在還在社會 是呀 表面聰明 沒有智慧 是呀 很多這樣的社會 因為這個社會是出不了人才 就算現在你香港就有錢 不是你聰明的 是英國人 他部署走資 部署搞社會 他散水你才能賺到錢 是呀 你投幅地給一成定金 接著我借建築費給你 當年尖東那裏 知道嗎 是呀 你肯去做就行了 是呀 你信我一些 買到隔壁 你敢買 投降完之後 去蝕本 南山半島那裏 接著政府給你多一些 保安數 因為英國人玩的那套 是很純熟的 很多東西才能夠淘汰 他們 很純熟的 不是像現在這樣 每個斷一決 斷一決 斷一決 你便死了 這個又回應剛才博士提出的問題 就是一個地方 又有錢 富有敵國 當時英國人又不是很害怕 他做起你說知 即是說知 他給你很多誇張 又給你做行會 立法會 又給JP你 又製造機會給你服務 又去英國王帕的勳章給你 又有很多做事在雙方 又扶持你 而且他真的要害你 他不用硬崩崩害你 叫銀行收你 又沒有水喉頭 現在就收水喉 他背後叫銀行生利水喉 找稅局查理 都不關政治 他稅局查理 所以他為何弄一些有限公司 你兩元實收資本 兩個股東一人一元 開了檔 賺了兩元 買筆也未夠 特意給漏洞 你走位 你過兩元照費 你在數目上 知道嗎 別人設計那套東西 是很完善的 你買個盒 跟會計師拿一間有限公司 買一間公司的名字 都不止兩元 你實收資本兩元 你開檔便是負資產 設計是這樣 又搞什麼有限公司無限公司 特意給你找笨拆 但你做生意賺錢 無所謂 你一搞政治 就釘勾你 以前就戒勾別人出境 陳濟堂的弟弟 那時候是50年代 60年代都戒 一向都有戒 有些公開 有名的公開話給人戒 有些沒有名的 戒勾到澳門公開 又自己跌了下海 說你喝了酒死了 還要刮掌 很多煙絲雲散 不是開玩笑的 特別六七後六六 左右派大暴動 都戒很多人走 他們很純熟 很多話不需要公開說 即是這個日常是你看的 有個秩序在這裡 是的 這裏現在有人看 跌著了搞什麼搞不定 它沒有亮度 你沒有亮度 而且你是害怕 你是很害怕不害怕 又被一些柴子 古靈精怪製造燕磨客救你 客得兩下 現在好像那些 垃圾 都有人出來說 那些民建聯 左派人士都出來吵 那你三十五年都出來說 你這裏要搞染對抗 是的 應該這樣說 你現在搞 你是不是正式染對抗 對於垃圾當人問題 大家如果是 就是染對抗 就是染對抗 難道國安就要發聲呢 你就是正式染對抗 阿超哥 你這裏要搞染對抗 有都不敢說 做政府 哪個社會 哪個國家 沒有這些 負面的聲音 是不是 反而是大陸沒有的 現在你回到深圳 屌糕 政府沒有人罵你 你不要屌習先生就行了 是嗎 是嗎 是 所以你香港現在亂了 去到這個這麼聯絡社會 你有什麼條件可以去彈起 走掉了不會回頭 挺慘的 香港是好像由三年前的指數 那個資產值市場 那個股票市值 已經是30萬億以上 現在只剩下二十百多萬億 多大 那不知道資本的人才呢 不是 你就是那個股票市場的市值 即是上市公司的市值 已經剩下三十萬億 現在只剩下二十百萬億 你就大人大領落 現在日本市場的市值 比上海超高 早幾天 香港現在跌回第五 日本的股票升得很厲害 很厲害 經市數很厲害 但日本要小心 大家不能鬥 為甚麼呢 做假數多 搞假消息多 即是每一個國家的股票市場 有一個特色 如果你想想韓國的 就貪污多 你想想想你搞兩搞 公司被政官抽證 和我總統有事 你不要吵得慘了 每個總統都有事 南昂就 你不要慘了 所以你要小心 所以 不是坐牢就自殺 所以我們就不是怎樣特別鬥 除非是 那些團隊 我有一個背後組織 替我算搜索的數目 我喜歡在買黃金 和買貨幣 因為清晰 我不用計算你公司的人事調動 我只要看政業風險 和大量的氣候 一天升一天跌 簡單清脆 你一買公司股票 你要裝很多住香 又要不要穿圍桶 又要人事不要變動 又要地緣政治又沒有 又要行業沒有那麼大衝擊 又要刪性 又要延續性 又要訂單 又要訂單 又不要讓人搞動態清零 你不要忘記 你才會賺錢 你這樣會爛氣 我們這節有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現在的中國 放眼望去 老百姓窮苦到了極點 而軍閥官僚卻拼命的敛財 他們搜刮的財富 曾在帝國主義的銀行裡堆積如山 而人民卻困苦到沒有飯吃 這難道不是亡國之相嗎 原來詞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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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在扮我們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有機會人們在追求假的節目 就忘記追求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 YouTube 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真的沒有合夾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 其實就有人扮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 YouTube 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按一下 如果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只是我和台長 AWS KITO 400 트 絲 所以,真的是 這是我和台長 都很糟糕 真的很άλb 我和台長 我和台長 Ooo 社交 tal 但是